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实生活未必有的生活 可以让我去体验现实生活中未必有的经历 去摸不同的感觉 与剧团里面不同的弟兄姊妹去到connect 去摸不同的感觉 去跟剧组里面弟兄姊妹去连接 我就一直参加剧组到现在了 我就一直参加到现在 过去每一部剧我都很想有突破 过去我每一部剧我都想有突破 在剧本 灯光 甚至很浮夸的道具上突破 在剧本灯光 甚至浮夸的道具上有突破 但今年复活节剧 我很想在剧中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突破 但是这次复活节剧 我很想在剧组每个人的生命上得突破 所以由剧的 kick off 去到公演中间的时间 我们不断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分享 其实整套剧演成怎样不是最重要 而大家每一个人在剧里面经历神才是最重要 所以从剧组的开始到结束 我一而再而三地跟剧组人分享 这个剧演出怎样并不重要 而是我们每个人在剧当中都要经历神 是最重要的 另外我们过去很多的剧 因为我们跟剧组的沟通有些限制 可能时间很急 所以今年我们特别在我们的演员里面 核心的演员 选择一些做我们的小班长 过去我们因为一些限制 跟剧组沟通都不够好 所以为了避免这些冲突 我们这次在核心演员当中 拣选一群小班长 他们成为小班长去帮忙 关心剧组 甚至帮忙牧羊 小班长去关心甚至是连接 甚至是去牧羊剧组 刘巴真的强调了很多次 最重要就是经历神 而我都成为了其中一个小班长 刘爸爸真是很强调好多次 我们是要最重要的是经历神 而我也成为其中的一位小班长 但是我仿佛完全听不明白刘巴的心意 但是我好像完全不明白刘巴的心意 在这次排练的时候 我除了好在意自己演成点之外 我对剧组都有很高的期望甚至乎是要求 这次排练当中我除了在意自己表演怎么样之外 我也对剧组有很高的期望甚至很多的要求 我觉得都搞了这么多年音乐剧 其实很多的脱漏错处都不应该再出现 我觉得音乐剧已经办了这么多年了 很多的错漏不应该再次出现 其实两年前做辛苦战士的时候 我就已经对剧组和童工都有很多的不满 其实两年前做心腹战士的时候 我对剧组甚至童工都有很多的不满 我当时有表达 但是刘巴也跟我说要做出正面的回应 我明白不是要一味的指责 而是去尝试做调整 我明白不是一味的去指责 而是要尝试做出调整 但是我又觉得很难 明明见到很多的问题 但是就不去指出来 但是对我来讲也很难 明明看到很多问题却视而不见 我就选择了不再出声 但是都越来越抽离 我就选择不再出声 但是却越来越抽离 我打算演好自己的角色就算 但是慢慢我都发现 我越来越没办法去到投音 我觉得就是演好自己的角色就算了 但是我发现越来越不投入了 所以我最后都是选择勇敢的 去跟组长刘明Sherman 去到坦白我的真感觉 所以我最后都决定 跟组长跟Sherman去谈我的真感觉 当排剧排到一半的时候 我收到恩助的信息 当排剧排到一半的时候 我收到恩助的信息 同样也都知道 另一位演员对我写的剧本有意见 不明白为什么我们没有用他的建议 也同时收到另一位演员 对我写的剧本有意见 而且不明白为什么他不听我的建议 甚至几日之后有另外一个演员表达 对我的导演手法帮不到他 排剧时间太短 不够时间预备 甚至几天之后有另一个演员 对我的导演的手法 觉得帮不到他 甚至觉得我们排剧的时间太短 而帮不到他 这一连串的冲击 令我有些是不消 这些一连串的冲击 让我有些吃不消 当时我摸不到此外的感觉 当时我摸不到自己的感觉 但是我老婆Sherman就很好地 她一代我去到心痛 代我去到哭 但是我老婆Sherman就很好 她为我心痛 为我哭 她知道其实我对剧组 在艺术层面上是有要求 她知道我对剧组的艺术层面 是有要求的 也都很想每一个团队的人都经历神 也想每一个团队的人都能够经历神 结果这些无形的压力 令到我自己的直抢炎 就恶化穴 结果这些无形的压力 令我直肠眼恶化甚至变血 我又问我自己是不是不开心呢 我又问我自己是不是不开心呢 会不会因为被人批评而自卑 是不是因为被别人批评而感到自卑呢 但是因为我知道 其实由被照入被造童工 一开始都是靠神的恩典去做到今天 所以我很快就过了这一段 但是我知道 我是都是靠着神的 被呼召都是靠着神的恩典 一直到现在 所以我很快就放过自己了 而最令我不开心的呢 就是好像耶稣当年那样 不断跟门徒 跟他身边的人说 他天父的心意 但是没有人明白他 虽然我心痛不开心的 就是好像当初耶稣一样 不断地跟门徒讲道 讲天父的心意 但是很多人并不明白 并不明白他的心意 我很想剧组每一个人经历神 但是好像没有人 好像有很多人都不明白 我很想每个剧组的人都经历神 但是很多人都不明白 因为这样而我很灰心 因此我很灰心 当刘巴做一次去到 跟我分享他的心 当刘巴再次跟我分享他的心 让我明白剧组里面的限制 让我明白剧组的限制 我就意识到自己好分割 在剧组里面 我只是当他是一个 要写好剧本 导好戏的刘导演 我才意识到自己很分割 在剧组里面 我只是把它当作一个 要写好剧本 演好戏的刘导 但是我对他的批评论断 我就完全没有将他 当是我的属灵爸爸 但是我对他批评论断 我没有把他当作我的属灵爸爸 我没有去了解他的难处 也都轻看了自己小班长的身份 我没有了解他的难处 也轻看自己小班长这个角色 我站了去高处 我自己指指点点 但是我没有下去 去帮助有需要的人 去帮助剧组 我站在高处 直直点点 我没有好好帮助刘巴 甚至帮助剧组 我很惭愧 同时我都很明白 自己捉错了重点 我很惭愧 同时也明白自己 捉错了重点 很感恩的权柄 去帮助我 去到调整我的眼光 很感恩权柄 再次帮助我 来调整我的眼光 再一次去到定精 在生命的里面 而不是剧的质素 再次定精在生命的里面 而不是剧的质量如何 当初的我 其实都是什么都不懂 我就入了神国艺人 当初我是什么都不懂 就加入了神国艺人 我在神国艺人里面 经历被医治 我在神国艺人里面 经历被医治 但是我服事内了 我慢慢就开始 用我的经验 用我的技巧 去到高过神 但是我自己服事神 这么久了 慢慢我就会用自己的经验 和技巧来服事神 我以为我要演出好一套剧 人才会被触摸 被医治 我以为演出一部剧 人才会被触摸 被感动 我的批评论断 让我真的 完完全全离开了神的心意 我的批评论断 让我完完全全离开神的心意 就好像百姓 把耶稣钉上十字架一样 就好像百姓 把耶稣钉上十字架一样 但是耶稣愿意为我死 为我复活 但是耶稣愿意为我死 为我复活 虽然我的心意 曾经扭曲了他的心意 但是神非常非常地爱我 虽然我扭曲神的心意 但神也非常非常爱我 让我真的更加想去到明白他 服侍他 让我更加想明白他 服侍他 到公演的第一场 到公演的第一场 我见到神为我整个剧组包底 台前幕后都有超水准的演出 我看到神为整个剧组包底 台前幕后都有超水准的发挥 我自己都非常地感动 我自己非常地感动 特别感动耶稣 他为犹大洗脚的那一幕 特别感动是耶稣 为犹大洗脚的那一幕 真的知道耶稣很爱软弱的我 真的知道耶稣很爱软弱的我 而且我是有选择 而且我是有选择的 选择怎样跟随神 怎样去到跟随教会 选择怎样跟随神 选择怎样跟随教会 怎样去到回应人对我们的批评 怎样选择人对我的批评 我更加感恩的就是 公演第一日之后 有很多的剧组的人 都留着女的向神献上感恩 我更感恩的是分享 公演第一日之后 剧组很多人都流着眼泪向神分享感恩 我感恩神听我的祷告 我感恩神听我的祷告 我做一次很感谢神 让我可以在神国眼人的福祉平台里面 与祂同工 我再次感谢神在神国艺人的平台 让我跟神一起同工 在创作的过程 在处理面对冲突的过程里面 神都比我更加明白祂 在创作过程甚至处理冲突的过程 神比我更加明白祂 愿一切荣耀仲散都归陪爱我们的天父爸爸 愿一切荣耀宋赞都归给我们的天父爸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